本地股市方面 海峽時報指數上週五 B市時上漲0.94% B市時報3501.30點 一個星期漲幅達到1.7% 受訪的分析師認為 接下來大家可以關注 敘利亞局勢的發展 和相繼公佈的第一季公司業績 以新加坡股市來看的話 我們就佔上了3500點以上 在近期來是屬於一個 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上星期五 美國股市也呈現下跌的那種狀況 美國股市下跌 主要原因是因為套利的活動 這個星期股市可能 還是會受到美國方面 這種套利勢頭這種活動的影響 再加上地緣政治的問題 現在的局勢 大家把焦點放在 這個敘利亞的問題 所以暫時忽略掉 這個貿易上的可能性 這個敘利亞問題 可能在這一兩個星期 還是會阻擋 整個股市的那個表現 預估數字顯示 我國第一季經濟同比增長4.3% 以及金融管理局決定讓新元 恢復緩步升值 顯示我國經濟展望良好 如果新比增值對新加坡經濟 是不好的會影響出負 或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投資者的反應其實是正面的 因為如果金管局肯把那個新元開始增值的話 就代表金管局對新加坡 接下來經濟的表現的信心程度增加了 個別股方面就看他們的業績 這個星期新加坡業績會開始公佈出來 美國業績也會持續地公佈 所以這個業績的表現 也會影響到股市的那個表現